我们就是在村里面包了一个鱼塘养鱼 前段时间了 波哥就买了一点这个鱼苗 有大头鱼跟草鱼放到那个鱼塘里面去 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开始就是有人会去放地笼什么的 所以老爸昨天 熬夜做了这个牌子 池塘养鱼 然后树到那里去 别人一看到这个牌子的话 就不会往里面放地笼啊 抽水不会抽那么干 就还会留一点余地嘛 你们猜这几个 这么有正气的字 是谁写的 我老妈写的字还可以吧 走吧 这我扛到扛住六七不嫩的步吧 来 这段时间老是下雨 我这边跟这边都连在一起 都不知道鱼有没有跑掉 把这个章就打到那里去 比较显眼一点 因为靠近这个路边嘛 大家看到就不会往那里放地笼 去年我们把这个鱼塘给清了 基本上鱼都抓完了 今年放的这个鱼苗 到时候我们请慢一点啊 多把点炒进去鱼就长得很快了 这个打到这里还蛮显眼的 拿虎都打 本来想要拨过来打了 但是他的手现在一直都没有好 重力活还是干不了啊 那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感觉亮亮的 过去看一下啊 过来 那是鸭蛋呀 你看我看一下有多少哦 我知道这边鸭子很多 我们就是这个池塘旁边老是有些鸭子 没想到还会有鸭蛋 这个真的是太惊喜了 哇 12345678911对 我怎么拿回去啊伯哥 啊 有东西还拿不回去啊 这个窝坐了很久了的感觉啊 哎呀好多虫子 我拿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没办法了 弹太多了 只能用我的衣服来装了 想了想去也没有找到好装的 我刚刚在旁边找一圈 本来想找一个塑料袋来着 也没有发现哦 我这个衣服这样装 应该挺安全吧 啊 有袖口装 装袖口里面去 这样吗 对啊 打个鞋啊 这样牢不牢过 哎 这个办法感觉应该还不错吧 这件衣服有松紧性 应该可以装很多 真的是发财了哟 现在春天这个鸭蛋 确定是一个比较多 我们家鸭子也是每天生活不乐的那种 我来晃一下看啊 这只这么久了 有没有坏的 哎 没有响声是不是就没坏啊 嗯 就是怕在外面时间长了 不知道有没有坏的 我来验证一下 好像都是好的耶 今天运气爆棚啊 第一次捡到这么多鸭蛋 哇 我是钻得了吧 这个办法真的很好 真的装下了 哎呀开心死我了 小朋友过来拿个装 竟然还可以捡到这么多的袋 回去放到那个咸鸭蛋缸里面 可以做咸鸭蛋也补个姿是吧 好嘞 开心死我了 小心啊 哦慢一点哦 这边不好走过来 我用这衣衣装很隐蔽吧 嘿嘿的 谁都不知道我装的鸭蛋 我之前一直听邻居说 他们家里面就是养的那些鸭子 不回家 不会是他们家的鸭蛋吗 哈哈哈 不管了 今天就先这样吧 拜拜了 好